古时候有一位阿琪达王 平生信奉佛法 星造塔寺 功德唯唯 到了正断气的时候 服侍他的士官 因为多日没有睡眠的缘故 手中的扇掉下来 跺在他的面上 那时他觉得很痛苦 马上起了称心 命中的时候 神士就随着这称心 投入蛇身做蛇了 还好这位阿琪达王 平生笃信佛法 星造塔寺有功德 后遇僧人 对他说法 这舍因为听佛法功德的缘故 三日后 寄托舍身 神士上升天上 右股时有夫妇二人 很是亲爱 生平深信佛法 奉持斋戒 一日夫君死时 那个妇人悲哀啼哭 他夫君身体虽死 神士尚未离体 听到自己妇人悲哀的音声 心生情爱的念头 于是神士就随着这一念的情爱 投入妇人身上 做鼻孔中的虫了 那妇人为夫君死 替泪悲泣 那时有鼻孔中 剁下一只虫 妇人想移脚踏虫 一僧人制止她说 不要伤害你的夫君 那妇人经问缘故 那僧人说 你夫君平生奉持斋戒 应当升天 因为你悲哀啼哭的缘故 你夫君听到心生爱念 神士就随着这爱念 投入你身上 做鼻孔中的虫 那妇人十分懊悔 即求僧人对虫说法 那虫有听佛法的缘故 便脱虫身 神士也升天上 这两个故事 都是经上所说的 都有根据 在亡人断气以后